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加點吉拿棒的XXY 邊緣電影院 這個單元是專門介紹適合一個人自己獨處欣賞的電影 相信這些介紹能夠讓你在獨自看電影時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喔 一提到韓國電影 除了想到近期在台灣造成轟動的私宿列車 或是去年讓許多人淚灑戲院的與神同行 普占玉這位導演應該算是韓國電影圈不得不提及的指標性人物吧 這次邊緣電影院要來介紹的電影不只一部 而在影片最後面會送出即將在本週五台灣院線檔期與觀眾見面的 《我要復仇》電影交換券 也是本次介紹了三部電影中的其中一部喔 把影片看完並到臉書貼文回答問題即可參加抽獎囉 普占玉導演出生於1963年8月23日的首爾 畢業於西江大學哲學系 他在1992年指導了電影處女作 《月亮是太陽的夢想》開啟了他的導演生涯 但指導2000年的JSA共同警備區 表現極佳的票房與評價 才讓大眾認識到這位極具才華的導演 這次要介紹的三部電影分別是 普占玉在2002年所指導的《我要復仇》 2003年的《原罪犯》 以及2005年的《親切的金子》 合成普占玉復仇三部曲 三部電影雖然在劇情上沒有關聯 但三個獨立故事都圍繞在復仇的主題上 2002年推出《我要復仇》 描述一位天生聾雅的男子柳 為了挽救自己需要換聖的姊姊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綁架工廠老闆東正的女兒又善 不料在綁票的過程中出了意外 後續引發東正與柳之間的恩怨情仇 互相鬥志尋仇的故事 2003年的《原罪犯》 則改編至日本漫畫《強悍鐵龍》 描述一位被不知名人是 綁架軟禁15年的男子吳大秀 在軟禁期間透過電視得知 這15年間妻子被殺女兒失蹤 自己則成為這場血案的兇手 她曾經多次試圖逃出這個神秘的房間 卻頻頻失敗 在萬念聚會的情況下又莫名其妙的被釋放 重獲自由的吳大秀希望透過有限的線索 找到當初軟禁她的人 並查出被軟禁的真相 2005年的親切的金子 則描述一位因綁架私票案而入獄的女子金子 在監獄中度過了13年的歲月後重獲自由 但實際上金子在13年前 是幫綁票案的幕後真兇白老師頂罪 出獄後她計劃向白老師復仇 也希望能夠透過復仇行動 洗刷自己的罪孽與污名 這三個故事光聽劇情敘述 就讓人毛骨悚然 題材新穎設定獵奇 絕對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劇情發展喔 而謀殺的原因不外乎情財仇 不論是我要復仇 原罪犯或是親切的金子 普三玉都針對人在面對情財仇三者時 將人性赤裸裸的檢視一番 並透過巧妙又精準的剪輯手法 前後交錯的時間軸 以及迷人又帶著詭異氣氛的影像語言 編傳出人們為了復仇而做出了行為反應 挑戰著觀眾們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 若是你遇到這樣的狀況會怎麼做呢? 這個問句是我在看這三部電影時不斷問自己的問題 因為電影的劇情透過詭異的畫面傳達出人性醜陋又可笑的一面 卻又讓人難以辯解這麼做其實沒有什麼對或是不對 只有前因後果所造成的悲劇 是最原始也最直接最合理的反應啊 我們拿我要復仇的柳和東正兩個角色為例子 柳為了姐姐停而走險犯下綁票案 我們透過鏡頭了解到柳的生活困境 也認識到社會階級的不公 對照到有錢人家的傲慢、默關性的態度 讓觀眾們對柳產生同情 綁票案縱使是犯罪 但我們也知道柳的不情願與不得已 正當觀眾們建立起對柳的共鳴 卻偏偏加入了小女孩意外死亡的重大轉折 進而將主觀視角轉向小女孩的父親東正身上 透過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東正白手起家的辛苦 為了事業而造成婚姻破裂 而將生活重心擺在女兒身上 如今東正失去女兒的痛苦 與柳失去姐姐的痛苦 能夠用簡單的天平衡量誰才是真正的苦主嗎? 誰才應該要承受痛苦呢? 誰才是最有應得的呢? 或是誰才是最可憐? 誰才是應該被同情的呢? 我想普戰於打破了過去復仇電影所呈現的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非黑即白的惡元對立關係 反正在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不完美的 沒有人是絕對的邪惡 也沒有人是絕對的正義 更有趣的是 在親切的精子裡 甚至讓悲痛、憤怒的受害者家屬 直接與加害者正面對峙 拋出了一個有趣的命題 當這個仇人就在你面前時 你是否還能夠展現大愛呢? 或是像原罪犯裡 原本受害者與加害者兩者關係翻轉 角色們是否還能堅持自己所謂的復仇呢? 特別的是 原罪犯與我要復仇中 皆以螞蟻作為象徵隱喻 說明了人雖然像螞蟻一樣 離不開團體生活 最後常常感到孤單寂寞 看來格外諷刺 而原罪犯中那場崔明直生吃章魚的橋段 我想是讓許多影迷印象深刻的地方 身為佛教徒的崔明直 在生吃章魚前都會虔誠的雙手核食 也真的在拍片的過程中吃了四隻生章魚 敬業的精神令人敬佩 可憐那四隻為了藝術的章魚啊 生吃章魚也象徵著主角揭開復仇序序幕 彷彿說明了所有復仇的計畫並沒有對、錯 只有佔據優勢與劣勢的兩者差異 就像食物鏈的大吃小一樣自然而原始 誰殺了誰並不是正義戰勝的邪惡 只是誰佔據了上風罷了 這其實都在在說明了復仇只是片面之詞 觀點一轉 事件所呈現的樣貌也就會有所不同 而所謂的仇恨到底是為何而生 又該如何解決呢? 我想都是這三部電影丟給觀眾們自行思考的問題 當然除了電影中讓人不斷思考的深層內涵 電影畫面的攝影巧思也是這三部電影值得再三回味的地方 像是原罪犯中以橫軸推軌的方式 拍攝主角與眾人打鬥的橋段 成功描繪出狹長空間的壓迫感 以及主角嘗試做出困獸之鬥的戲劇張力 在親切的金子中 廣角鏡頭將所有受害者家屬捕捉在銅框之中 一次呈現了每個人心中的不安 以及等待復仇的興奮之情 此時一個突如其然的反差 也呈現了普戰宇的黑色幽默 又或者是我要復仇裡 眾多長鏡頭捕捉靜態人物 卻在遠景處繼續拍攝正在發生的事件 前後景的反差所造成的時間流動 也是本片在氣氛營造上的一大賣點 我想普戰玉的復仇三部曲 不論在美術設計或是劇本深度上 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現 具有象徵意義的安排與巧思 呈現出普戰玉具有批判又細膩的敘事筆觸 三部曲能夠提供一個旁觀視角 檢視脆弱又醜陋的人性 同時又能讓人反思 人之所以存在的價值為何 不論是我要復仇中 社會階層對立所造成的仇恨 還是原罪犯中因語言霸凌而衍生出的仇恨 還是親切的金子中 加害者與受害者間的主客反轉 三部作品所帶給你的震撼感 我想是絕對值得深度影師們 一看再看的最佳理由喔 你也有看過普戰玉的復仇三部曲嗎? 或是你對於這三部電影的 哪一部作品有什麼想法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喔 普戰玉的復仇三部曲 是哪三部電影答案 即可有機會獲得我要復仇的電影交換券喔 名額有限要搶要快 喜歡XXY邊緣電影院嗎? 未來我將會推出更多XXY邊緣電影院的電影推薦喔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影評店、討論、專題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加點吉拿棒 想要支持我們持續推出好影片 也請參考PLACE PLAY網站 我不是公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寂寞超男子 感謝你 MUZIEK MUZIEK MUZIEK